中文字幕提供 病毒化驗所承辦商華大基因由於出現多次的錯誤 早前被政府暫時減低檢測量 衛生署5月11日公布華大基因在輸入和上載陰性檢測結果時出現人為錯誤 令14個再有市民陰性檢測結果的通知短信被發送到錯誤的電話號碼 或是未被發送 衛生署指出事件涉及14個在5月6日向衛生署圓州各空肺科診所 提交的心喉醋液樣本當中不涉及任何的陽性個案 華大基因已經覆核相關檢測結果並修正登記的資料 會向受影響的市民重新發出再有早前檢測結果的電話短信 政府說已經按合同向華大發出警告信 並且對受影響的市民致歉 以責承辦商嚴肅更進作出合適的改善措施 並且繼續暫停委派華大基因提供流動採養服務 直到5月10日零時零分 香港新增一宗輸入確診個案 累計11813宗的個案 患者是27歲 唯因離抵港的外傭 沒有帶變種病毒 政府晚上公布 有11人在10日 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普通科門診診所 接種中共病毒疫苗後送院 一名34歲的女子 在東沖社區會堂 接種第二劑復必胎後運員 被送到北大嶼山醫院 要留院觀察 另外有兩人經診證後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 其餘經過治療後已出院